來關心天氣狀況了 這個畫面是在高雄 高雄現在已經出太陽了 在今天天氣狀況其實還不錯 不過要特別提醒的是 高雄在今天空氣品質是比較不好的 不過首先這個衛星雲圖就要帶您看到 在今天持續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此有一波乾冷空氣南下 所以要告訴您今天北部還有東北部地區 這個天氣是比較涼的 其他地區早晚天氣也是蠻涼的 在今天整個白天一整天 北台灣都可以感受到氣溫明顯的下降 所以這個高溫大約只有20度以下 至於其他地區花東的部分還有中部 高溫大約是21到25度之間 南部地區不用說了高溫還是有26度左右 至於在雨勢的部分 在今天其實受到了乾冷空氣南下的影響 因此水氣是比較少的 只剩下迎風面的大台北還有東半部 會出現一些直部的短暫陣雨 另外就是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地區的降雨依舊是比較明顯 好剛剛特別提醒在高雄地區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留意的是空氣品質的部分 緊接著這個空氣品質的預報 我們就要帶您看到 在今天整個空品亮起橘色提醒的範圍 比起前幾天是明顯擴大了不少 因為包含了竹苗 中部 雲家南還有高屏 全部都是橘色提醒 因此過敏族群的觀眾朋友在今天如果要外出的話 一定要戴上口罩 當然除了防疫之外 最重要的是也可以防止空氣品質在今天是比較差的 不過接下來幾天在明天馬上就是周休假日了 如果你有安排活動的話 接下來這個溫度走勢 我們就帶您看到 北部地區您可以看到好消息是 明天開始整個天氣狀況 會變成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高溫上看了22度 不過整體來說一直到了下周三之前 這個高溫還有天氣狀況都算是蠻穩定的 但是您可以看到 下一波到了這個周三的時候 整個新一波的冷空氣報導之後 氣溫一路溜滑梯 甚至到了跨年夜當天 這個溫度只有大概10度左右 而且氣象專家還提到 不排除這個北部地區的平地低溫 會下探只有六七度 因此如果跨年夜想要安排 有外出活動出遊活動 又或者想要去欣賞曙光的話 真的是保暖工作要做好了 好至於在南部地區的溫度走勢又是如何 您可以看到整體來說 這個高溫這段時間大約都有24到26度左右 同樣也是一直到了下周三 整個天氣狀況才會有些許的改變 到時候這個高溫剩下了23度 跨年夜當天更不用說了 這個高溫大約只剩下了18度左右 不過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其實您可以看到在我周三這一天 這一來一往日夜溫差 還有這個高低溫相差了10度 因此還是要特別多加留意 好整體來總結一下在今天的天氣關鍵字 今天整體來說乾冷空氣難下 因此水氣比較減少 所以全台各地的降雨情況都會趨緩 只剩下了在北部還有東半部 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勢 另外就是竹苗還有中南部地區的朋友 一定要特別留意的是空氣品質比較不好 好